我沒有在用這個剪 我另外用一個衛生衛員 它也是可以一樣寬大縮小 然後我就給它拉到自己的16比9的比例以後 先轉檔 但是人會變加點吧 不會 它也是可以可以拉高大比例拉寬大 那轉好了以後 一樣是16比9的比例 再合在一起 並在一起剪掉 但是你那個是還是要先轉檔過 對對對 我這個方式不用轉檔 就是不用再轉檔 就直接在上面直接做 就比較要省時間 因為我以前專案也是這麼做的 因為有4比3跟16比9的困擾 那其實它裡面有一些特效工具啊 有裁切功能 就直接把上下都裁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才教這個方式 那這應該不會有問題了吧 那我就先把這個鎖解開了 好 我要教哪一部分 嗯 教 轉場 轉場 我先把專案教進來 轉場 一點一點 轉場的話我建議拉 尤其做紀錄片 尤其做紀錄片 雖然我 我 我本身不是真的對紀錄片很專精啊 但是 就一些概念上 轉場真的不要去濫用 那我在這邊稍微講一下 就是視訊轉檔的話 紀錄片裡面 我會用到哪幾個轉場功能 就是淡出淡入 還有就是非黑畫面 那我簡單做一下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我剛剛有講過 你做轉場 你做轉場一定要留頭跟尾 所以要稍微 給他一點 給他一點 中間要給他做轉場 這樣他就不會出現 非黑畫面 這個 看得到嗎 太小 那通常在紀錄片裡面 我會做這個效果 可能是 我今天 應該說我前面這一場 我要講完 我要開始講下一段 或者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就是會用這個 非黑畫面 或者是 今天我要 非黑畫面的做法 我再弄一下 我稍微拉長一點 你在這邊的話 是可以直接去控制說 你要讓他 慢慢變黑 還是很快就黑完了 我再示範一下 這是慢慢的 如果腳你要快一點的話 你可以拉短一點 但是 在做紀錄片上面 慢慢黑下去 可能會比較 就是 就是有感覺 然後 蛋出之後呢 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搞不好就是 例如 禮拜天那個 專業證導演 他所講的 他很少用這個 但是腳有時候 逼不得已 我覺得 這個是還蠻 好用的方式 如果腳進階 比較高的話 那就真的可以嘗試 用卡階 卡階就是一段接一段 沒有做任何的轉場 這邊蛋出之後 然後就直接 呃 那個什麼 什麼 田野間 然後一個早晨的開始 通常都是這樣子 就是 上次做那個 建箱導演 滑稻船 也是 還蠻常用的 那種方式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 剪晶片 所以就是 憑印象去做幾個效果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蛋出蛋露 跟那個融結 這就是融結 我主要是 只用這兩個 其他 那我真的很少在用 因為我覺得 其他的效果 真的是太可怕 因為在電視上 你不會去看到那些東西 所以自然而然 我也不會去用那些東西 因為 真正最難是卡階 卡階是一段接一段 大家可以去嘗試 好 現在 視訊轉場 我剛才簡單講一下 那其他可能就是 要麻煩各位去摸一下 然後視訊轉場的話 在這裡 在特效裡面 的音訊轉場 然後淡化 這個翻了好奇怪 你知道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啦 這兩個拉下來 這個其實就是 聲音的淡出淡入 融結 就是這個聲音 接下一個聲音 在紀錄片裡面的話 我很常用這個 尤其是在那個 因為我們不是有時候做那個 訪談的時候啊 然後有些中間我們會去裁切 那個是我們不要的 然後把那個前後 再把它逗起來的時候 假如沒有做這個轉場的話 聲音轉場的話 會覺得聲音會跳了一下 然後你就用這個 簡單的 然後去調個幾格 簡單去調個幾格 那感覺都不一樣 真的 真的 尤其是幾格這個東西 是健全導人教的 因為在他旁邊 釘 釘鍵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很大 那個 尤其是幾格真的 在 呃 視覺上面 不管是轉場畫面 差幾格 有時候感覺都不一樣 就是 我也是後來慢慢才 才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一開始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真的覺得沒差 對 雖然是 覺得 欸一兩秒 我們算的話是算 欸一秒兩秒 但是 像老師他們的話是 用幾格幾格下去算 像上次那個 專業證導演 他也有講就是 幾格也有差 這個就是格啦 這個 一格兩格 但是他 他根本不到一秒啊 有沒有看到這邊 他不到一秒 他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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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在聲音轉場的話 對啊對啊 一秒三十 對 三十 然後轉場的話就是 短短的幾格 都感覺有差 那 可以在剪紀錄片的時候 就稍微有些 覺得聲音為什麼要突兀了一下 在特效音訊轉場這裡 就可以用 這兩個都可以 就是 稍微做一下轉場 讓自己的影片 更流暢更順暢 那 音訊的話 我這邊再講 呃 補充一下 因為像有些 指向性麥克風 他是只有單聲道 尤其是像 呃 一般專業其實就 比較沒差啦 像那個 我是用自己的 呃 單眼相機錄影 然後再外接一個 指向性麥克風 因為我知道這邊 有人有用那個 那個 相機在錄影 所以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用相機錄影 然後指向性麥克風接出去 他收回來的音 只有一邊 左聲道 不然又聲道 我忘記了 然後所以 在我們後製上面的話 他只有一鬼 那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我希望把 有誰那鬼 再複製到另外一鬼 好